修复心灵的漏洞,安装爱的补丁 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坐在男朋友家的餐桌边 看着她从未与我提起过的三个姐姐 我内心生出了跑路的冲动 一周前,她邀请我去见见她的父母家人 甜言蜜语说得可好听了 宝贝,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未来? 当时在我的公寓里 我正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旁边坐着打游戏的男朋友陈一鸣 冷不丁地问我 嗯,我们不是都在找好工作了吗?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对啊,我想说 我们对彼此都很认真 刚好我也到了法定婚龄了 你考不考虑结婚 我们同专业不同班 在社团活动中认识 我们聊得来 而且她长相十分帅气 两年前 我主动向她告白 于是我们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如今,大学毕业在即 我们早已心照不宣地 在同一个城市找好了工作 就等着过些天正式入职了 父母给我在距离公司较近的地方 买了一间公寓 他住自己家里 时不时会来这儿找我 我们都就读于 她是收费不菲的贵族大学 家境优越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她积极处理各种琐事 她还对我言听计从 从各方面来看 她可能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 宝贝 我很爱你 以后可以的话 也想跟你结婚 但是我们还小 不着急吗? 我敷衍道 但我想让你知道 我是认真的 她搂住我 又让我整着她的大腿 我知道你是呀 说实话 我暂时对结婚没时要兴趣 所以 找个时间 要不要去见见我父母 她试探地问道 我想了想说 也可以 就先互相认识一下 去见陈一鸣父母当天 我特意给她父亲 准备了一瓶82年的拉菲红酒 给她母亲准备了一整套高奢品牌的护肤品 一进门 她父母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陈一鸣家是在S14环某高档小区的大平层 心中是的装针低调而奢华 不过 转头就看见了三个姑娘 我有点懵 千逢 这是我的姐姐们 大姐陈畔 二姐陈响 三姐陈友 陈一鸣向我介绍 三个姐姐纷纷跟我打招呼 可是 陈一鸣明明跟我说过 她是独生子 我心里一沉 但依然若无其事地礼貌问好 姐姐们好 我是陈一鸣的女朋友 我叫池千逢 我们在客厅坐下 陈一鸣的妈妈端来了一盘水果 之前 我已经知道她姓王 就叫她王阿姨 千逢 来尝尝 这有你叔叔买回来的进口车梨子 王阿姨说 你们先聊 我去做饭 你有什么忌口吗 我不吃洋葱 但菜里可以加 只要切得大快些 容易分辨出来就行 谢谢阿姨 我甜甜地说 王阿姨没说什么 点点头就走进了厨房 陈叔叔则跟我聊了起来 问我父母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是小公司的老板 就当时开了家夫妻店 这是我爸妈教我的 要低调 听说你是独生女 陈叔叔问 是的 当时我还不知道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早就允许生二胎了 你父母也不想着 再给你生个弟弟吗 陈叔叔半开玩笑地说 啊 我爸妈觉得 有一个女儿就挺好的 我尽量保持微笑 陈一鸣有三个姐姐 姐姐们肯定都很贴心吧 是啊 不过我们家的观念 是一定要有儿子的 陈叔叔随口说道 我的微笑将在了脸上 陈一鸣马上补充 不是重男轻女 对 不是重男轻女 我们家三个女儿都读大学了 大姐还去国外留学了呢 陈叔叔说 但是小池啊 一定要生儿子 要传香火的哦 我沉默 饭菜好了 王阿姨让陈叔叔打电话 叫爷爷奶奶过来 我叔叔家就住在楼下 最近轮到爷爷奶奶住他们家 陈一鸣对我解释 很快 他们一家人和我就坐到了餐桌边 开饭 他们并不是S市本地人 陈一鸣的父母 二十年多前 从故乡巨省 来到S市创业打拼 才有了现在的生活 所以 他们现在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 这让我有些尴尬 偶尔他们才会用普通话跟我说几句 冷不丁的 陈一鸣的奶奶对我说 要多生 多生几个好 如果生活是一本漫画 我的头上一定画满了问号 我求助班看向陈一鸣 她笑笑 奶奶说得对 我们以后肯定多多努力 算了 专心干饭 王阿姨做的饭还是很香的 这个糖醋排骨很好吃 甜而不腻 那个培根金针菇卷也不错 哇 还有我最喜欢的梭子蟹 干饭人 干饭魂 突然 我在一口黑椒牛肉里尝出了洋葱 我本能地干呕了一下 但又不能当着所有人的面吐出来 于是只好勉强下咽 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怎么了 王阿姨问 我不小心吃到洋葱了 我眼角湿润 心有余悸 不好意思啊 阿姨忘了 你说不吃 王阿姨看起来挺诚恳的 也许她是真的忘了 可我也没剩多少胃口了 饭后 陈叔叔竟然直接说 小池啊 阿姨辛苦给你 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你去帮她一起洗碗呗 在家有保姆阿姨 我几乎从不做家务 但出于礼貌 我不得不站起身 我看陈一鸣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 就叫上她 一鸣 我们一起吧 陈一鸣似乎有些愁愁 她看了看父母 才站起来往厨房走 王阿姨说 你别过来了 厨房水池旁 哪站得下这么多人 陈叔叔说 我们家男人不进厨房 我什么都没说 只是盯着陈一鸣看 陈一鸣犹豫了一下 说 爸妈 你们休息吧 我跟千逢去洗碗 事后 我冲陈一鸣发了一顿脾气 哪有第一次见家长 就让女孩子去干活的 你们家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生孩子 还有 你为什么跟我说 你是独生子 陈一鸣依旧温柔地安抚我 宝贝别生气 是我错了 没提前做好功课 我应该早点跟你介绍一下 我的家庭成员 我不依不饶 你有三个姐姐 却跟我说 你是独生子 你们家也太重男轻女了吧 她露出委屈的神色 对不起 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们那一样 传统习惯上是这么算的 家里只有我一个儿子 他们都说 我是独生子 那你爸还说 一定要生儿子呢 我要是跟你结婚 是不是也得这么追男保拼儿子 我质问道 心随着他的回答的可能性而犹疑 不会 不会 那是他们老一辈的观念 我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 陈一鸣马上辩解 而且生儿子的概率 也有百分之五十嘛 我们到时候随缘就好了 我哼了一声 你都没问过我到底想不想生孩子 陈一鸣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并打开 里面是一串简约而奢华的粉钻项链 我知道错了 宝贝 给你赔礼道歉 你消消气好不好 我把盒子盖上 认真地盯着他 陈一鸣 这不是随便哄哄 就能糊弄过去的问题 你知道 我是实打实的独生女 没有兄弟姐妹 我爸妈要是重男轻女 就不会只生我一个 我不希望将来我们结婚 因为重男轻女闹得鸡飞狗跳 他向我保证道 你放心 结了婚 我们肯定单独住 我爸妈管不着我们的 我也会跟我爸说 叫他以后不要提什么生儿子的事 看在他态度不错的份上 我决定暂时跟他和好 继续考察这个人 很快 我们都入职了各自的公司 开始上班 因为工作比较忙 我们两个也只是周末见面 一天 我们正一起吃饭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接完以后 面色沉重 我要回趟家 我爸肚子里长了个肿瘤 要手术住院 听说 就在上次我去他们家过后的一个多月里 陈一鸣的奶奶 首先出现了腹部胀大的情况 去检查以后才知道 她居然已七十岁高龄怀孕了 还是三胞胎 鉴于她的年龄 医生当然是不建议留下孩子的 本来是多子多福 我家人很惊喜 可惜奶奶年纪大了 如果要生的话 她的身体受不住 陈一鸣对我叹道 但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陈叔叔的肚子 也越来越大 她原本就有着不小的啤酒度 刚开始无人在意 后来肚子胀得实在厉害 她吃不下饭 闻不得一点味道 闻到就要呕吐 她只得去看医生 谁知 医生居然在她的腹腔中发现了一个肿瘤 手术取出化验后 医生也震惊了 因为比起肿瘤 那东西看起来更像是人类的胚胎 这真是奇了怪了 怎么可能 一定是医生看错了 她的家人都这么想 不管怎么说 肿瘤是良性的 陈叔叔很快就出院了 陈一鸣请了几天假回家 说是陪陪老爸 周末 我也回家了 我的爸爸妈妈 其实是国民级食品公司的总裁 前段时间去国外出差考察一个月 现在他们终于回来了 我把男朋友家里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 爸爸建议 这种家庭封建思想 根深蒂固 我并不看好你 将来会跟他结婚 不过 你要是舍不得 可以再观察一下你 男朋友的为人 他是不是跟他父母一样 有那些思想 如果有 及时止损 妈妈则说 你本科毕业先工作 不是为了积累几年工作经验 以后再去读MBA吗 如果你这么早就结婚 生活可太没意思了呀 你男朋友的家人 听起来这么想要孙子 结了婚就得催生孩子 跟你的职业生涯规划是冲突的 你可要想明白了 妈 他们何止是结了婚催生孩子 还没结婚就已经开始催生了好吗 我爸妈都是事业强人 年轻时白手起家拼事业 三十多岁才有了我 所以特别疼我 他们给我起名叫持千逢 是千载难逢的意思 对了 我爸姓张 我妈姓迟因为我妈的姓比较好听 所以我随她的姓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我怎么可能还想嫁到陈一鸣那样的家庭 又一个周末我和陈一鸣约了在长去的餐厅吃饭 宝贝你放心 我已经跟我爸妈提出结了婚 我们要单独住 而且不让他们乱说什么生孩子 陈一鸣说 我笑笑 你爸妈真的答应了 她挠挠头 嗨呀 吵了一架 只要我够强硬 总会说服他们的 他们拿我没办法 毕竟有两年的感情在 她的态度又一直这么好 要说马上分手 我确实是不舍得的 可我现在并不想结婚 大意识 我和一位大四的师姐颜艳关系很好 颜艳师姐成绩优异 去过各种知名公司实习 是我的偶像 后来她毕业进入了最顶尖的互联网公司 工作一年就结婚 再后来又很快生了孩子 虽然她没有辞职做主妇 但却依然活得很辛苦 偶然和她聊起来 她向我倒了不少苦水 她不想放弃自己的事业 回归职场以后 工作比以往都更加努力 但因为休产假有了空窗期 职场晋升轮不到她 老公也责怪她不顾家 甚至 她婚后才发现 原来婆婆想抱的是孙子 她生了女儿 就被婆婆看不起 一回家就要面对无休止的催生二胎 见识过她的经历以后 我最烦别人管我结不结婚 生不生孩子了 我还年轻 我想搞事业 我相信 爸妈有钱 男友有钱 都不如我自己有钱 一鸣 你觉不觉得 我们现在结婚还是有点早 毕竟一线城市 很多人都三十岁以后才结婚呢 我说 我知道 可是我想 如果要等那么久 万一二十五岁以后 我们分手了 会很耽误你的青春 她真诚地说 我叹了口气 那你想什么时候结婚 这个月找时间 你可以带我去见见你的父母 然后 双方父母再见一见 今年内 可以先订婚领证 明年 我会给你一场 是最盛大的婚礼 她这计划 可真是丝滑无比啊 我摇头 你把结婚想得太简单了吧 没事啊 那些琐事 如果你不想操心 我爸妈说 他们都可以包了 我在心里替她补充道 只要你肯生儿子 我说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结婚呢 你真觉得 二十二岁的你能承担得起 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吗 她急了 你是不相信我 我一直都是怎么对你的 你看得出来 我无奈 咱们就不能像这个年纪的普通情侣一样 就单纯地谈恋爱吗 她脸色一暗 我继续说 我不是吊着你啊 如果双方都觉得彼此合适 时间合适 恋爱以结婚为目的 结就结背 但你不是不知道 我还打算工作两年后 去国外读 NBA 你有没有真的为我考虑呢 如果你真的很想在二十二岁结婚 那我不符合你的条件 就不耽误你了 我撂下这些话 起身就走了 那之后 我希望双方给彼此一点考虑的时间 就暂时没有再联系陈一鸣 一天下班后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解听后发现是陈叔叔 小池啊 最近怎么样 谢谢叔叔关心 挺好的 你知道吗 前几天一鸣 突然跟我们说 他结了婚要单独出去住 真是气死人了呀 我想说 有什么好气的 您不知道 现在是什么年代吗 但出于礼貌 我忍住了 我只是说 啊 我不知道 我们家是比较传统的 儿子要孝敬父母 结了婚 一家人必须要住一起的 他也不知道哪儿学来的 突然说不要这样 真是太可笑了 这孩子一向很听话 那天却跟我们吵了一架 把他妈妈气得哟 叔叔 这是你们家的私事 我一个外人哪好意思听 谁懂 我真的好想快点结束这个对话 怎么能是外人呢 你是他女朋友 我和你阿姨是认可你将来成为我们家儿媳妇的 但是小池呀 叔叔作为长辈也要教育一下你 你应该劝劝一鸣 让他担当起来对家人的责任 我们那儿结婚都比较早 一鸣的堂弟都已经有孩子了 我还一直说 一鸣有女朋友 那就该对人家负责 早点成家立业 他这个性子就是有点爱拖延 而且你看我们家条件这么好 他对你也不错吧 你眼光好 在大学抓到了金龟婿 可不能轻易放手了哈 你们早点结婚 让我们早点抱上孙子 多好 怪不得陈一鸣突然这么想要结婚 原来是他家里在催婚啊 他爸爸是不是以为我家庭条件没他们家好 就可以任意拿捏了 那他就想错了 既然陈一鸣愿意为了我和他父母争取 我也愿意再迈出一步 谢谢叔叔指点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跟您想象中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您还是应该先和一鸣好好沟通一下 我还有事要忙 如果您没别的事 我就先忙去了 我一口气迅速说完 挂了电话 陈一鸣的爸爸又开始腹痛了 去看医生 竟然又长了和上次一模一样的肿瘤 陈一鸣告诉我这件事实 愁眉苦脸的 我爸不知道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连着两个月发现肿瘤 太吓人了 听说他们想换更好的医院看这个毛病 辗转好几家 都诊断不出来 后来终于遇到一位有妇产科从业经历的肿瘤科医生 那位医生下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诊断 他是宫外孕 怎么可能 他是男的 王阿姨瞠目结舌 排除一切不可能的 剩下的那个即使在不可思议 那也是事实 医生表示 哦不 他原话应该是这么说的 虽然这小小的肉团很像肿瘤 但仔细看细胞形态并不是癌细胞 而更像正常的胚胎细胞 你看 这里都可以看到 蕴囊的胚芽和原始血管波动了 虽然在男性体内 本不可能出现胚胎 但是我在国外 研学的时候 确实见过男性腹腔妊娠的案例 真的跟这位患者的情况非常相似 可他是怎么做到自然怀孕的 真的没做手术就怀上了 你们可以授权我写一篇paper吗 我问陈一鸣 他们家打算如何解决这件事 他说 当然是切除肿瘤了 但我回想起 上次陈叔叔给我打电话时说过的话 思来想去 觉得不对劲 难道我觉醒了什么超能力 谁对我催生 谁就会怀孕 可能是因为在养病 陈叔叔这段时间没有再联系我 陈一鸣见我时有些不开心 我问他怎么了 宝贝 上次我爸想跟你聊聊天 我就把你电话给他了 你是怎么回他的 他向来温柔 看起来倒也不像在质问 我就实话实说了 他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娇生惯养的 说话总是直来直去 但是我爸听不得这种话的 而且他知道你自己有一套公寓 他现在认定了是你教唆我要求结婚后搬出去住 对你有点意见 一时之间 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吐槽 我是说话直了点 从小我爸妈老是叫我改掉这个毛病 我一直都在尝试 而且我觉得当时我已经尽量委婉了 我爸妈给我买公寓是为了方便我上班 关你们什么事啊 如果我将来要结婚 自然有别的房子可以买可以住 还有 什么叫我教唆你搬出去啊 你不想结婚后成立自己的小家吗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陈一鸣赶忙试图安抚我 宝贝你别生气 我觉得你的想法挺好的 但有时候我们得考虑一下实际 我爸妈确实挺黏我的 所以才会那么说 结了婚 我们可以偶尔去他们那里住几天 不常住吗 到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你爸妈家住 都是双向的吗 他的红只是浮于表面 我并不想吃他这一套 你先搞定你爸妈 再来跟我谈结婚的事吧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非要这么快就结婚 宝贝 我爸认为应该先成家后立业 要我早点结婚生子 他给我压力也很大的 陈一鸣好像快哭了 他给你什么压力了 他说我都毕业了 过两年再不让他抱孙子 他就要把我工作辞掉 他认识我们公司的董事 他做得到 我妈也说 他这辈子就是为了我而活 我同辈人好多都已经结婚了 如果我不结婚生子 他宁可去死 我讽刺道 所以呢 你就来给我压力 你觉得孩子是可以从你肚子里生出来的吗 陈一鸣要求道 对不起 是我给你压力了 要不 你再跟我爸妈相处试试 看能不能合得来 你再做决定好不好 晚上 我刷到了颜艳师姐的朋友圈 她写道 这世上 唯一可靠的人只有自己 我私聊她 想问问她的近况 其实 关于我自己的恋情 我也有疑惑 想跟她咨询 颜艳师姐说 她不愿这么快就生二胎 公公婆婆竟然当着她的面 怂恿她老公找小三生儿子 她说 我真是没想到 她是个软骨头 就这么找了别人 她和老公也是校园恋 本应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她很信任她 从不翻她的手机 等来的却是小三找上门 那小三说 自己查了 怀的是儿子 叫她知趣点 主动跟男人离婚 我给颜艳师姐出主意 当时你录音没 可以保留证据 这样你老公就会是离婚的过错方 颜艳师姐发了一个哭泣的表情 我录了 也找了律师 打官司太花精力 我要工作 根本忙不过来 现在正在争取协议离婚 但我就是很难过 不对 我更觉得恶心 我向她说起我在恋爱中的犹豫 颜艳师姐说 千万别继续了 这种家庭婚前就能表现得这么重男轻女 结了婚 还不得上天呢 到时候 你就是他们家的上门媳妇 逢年过节 都别想回自己家 你可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快跑 想到陈一鸣的父亲控制欲那么强 再联想到颜艳师姐的经历 我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 师姐 我们女生为什么这么难 明明自己可以和男人一样打拼事业 谈个恋爱 却还是被期待回归传统的角色 我叹道 可能等男人也可以生孩子 才会迎来转机吧 她开玩笑 陈叔叔出院后 在家养了一个月的伤 这期间 我专心工作 跟着mentor做项目 在季度考评中获得了第一个不错的评价 如果到年底之前 能保持这样的绩效 明年就有可能走绿色通道 拿到第一次晋升 这天 陈一鸣说 周末请我去他们家吃饭 我爸住院 你都没怎么去拜访 这次庆祝他康复 我们家会来很多亲戚 再加上十月有假期 你不好再以工作忙为借口不去了 我买了补品上门 王阿姨只是看了一眼 就放在了一边 今天来的亲戚多 王阿姨请了一位有名的厨师上门做菜 等待的间隙 他拉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 小池呀 你打算什么时候带一名见见你父母呢 阿姨 我爸妈工作比较忙 老见不着人 下次他们出差回来 一定让他们见见 好啊 早点见一见 我们也就放心了 我们家条件好你也知道 你父母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 我决定说实话 我家的公司可比陈家的大多了 而且我爸妈根本看不上重男轻女的家庭 但我有点插不上嘴 王阿姨继续说 上次见面 你说不吃洋葱 我还是放了 是因为吃洋葱有助于生男孩 我比你叔叔开明一点 知道你们年轻人觉得生男生女都是随缘 但是事在人为 我们也可以改变一点概率吗 我先去招待姑妈姨妈他们了 再叮嘱你一句哦 上次你还喊他去洗碗 你叔叔都不高兴了 这次人多 我就不让你们帮忙了 要是当着亲戚的面 让男孩子去洗碗 那可太丢人了 等一众亲戚坐定 我发现家里分成了两桌 男亲戚都在大圆餐桌上 可能因为我是客人 他们便让我跟着男朋友一起坐在这里 而女亲戚都带着娃娃 围着临时搭出来的折叠餐桌 仔细一看 那些娃娃不是独生子 就是姐弟组合 我看了一眼陈一鸣 他正和堂哥喝酒聊天 我想 如果他一定要婚后跟父母住一起 还必须生儿子 那我必然是不可能再继续跟他在一起了 但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并不了解 前阵子 我也问过他 他态度有些含糊 又对我的想法表示了部分认同 我有点搞不明白 却也还没能狠下心 跟他一刀两断 毕竟 我大学只谈过他这么一个男朋友 我们有许多快乐的回忆 而他并没有实际做出什么触犯我底线的事 这时 陈叔叔向我介绍起那一桌子亲戚 这是三叔五叔 那是大爷大伯 我一下子根本就记不住 陈叔叔笑着说 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好多插手对吧 总比一名他四爷爷要好 小池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 就是四爷爷他们家 两个孩子结了婚非要搬出去住 结果生不出儿子 四爷爷就让他们离婚了 儿子另娶 才又生了孙子 本来面对他们家重亲戚 挂着礼貌微笑的我 突然就不笑了 我放下筷子 感觉这里是一秒钟 也待不下去了 想站起来就走人 旁边坐着的陈一鸣 却在桌子底下拉住了我 见我脸色不对 陈家三叔发话了 小池啊 你叔叔就是讲个故事 开玩笑吗 人生在世 有很多道理得从长辈那里学习 紧接着五叔问道 一鸣啊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陈一鸣一边死死拉住我 一边笑着回答 正好大姐马上要结婚了 等他办完再说 给我们打个样吗 三叔说 不错呀 这么快就要办喜事 你们以后可得多生几个呀 大伯说 多生几个好 小池啊 我们这儿都是三个起步哈 大爷说 多子多福 我们也是为了你们好 听着他们这些话 我想对 又感到无力 我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 父母爱我 但并不过分宠溺我 一直教导 我女孩子要独立自强 他们送我读最好的学校 是要培养我做家族企业的接班人 而不是给别人家生儿子的 某种程度上 我和陈一鸣在各自家里 是一样的培养待遇 但即便如此 我们两个之间 需要面对婚姻与事业冲突的 只有我 毕业之前 我也在自家集团实习过 无意间听到职工私下议论 说 唯一的千金小姐 将来迟早要嫁人生子 谁娶了我 谁就能掌控公司 也有董事大叔当着我的面 劝我爸妈考虑好集团的接班人选 说我一个女孩子 难以担当大任 虽然被我爸妈对了回去 但我明白 持有类似偏见的人 还有很多 可对陈一鸣而言 结婚只是轻轻松松的四个字 成家立业 罢了 正当我思考 是先对人再跑路 还是给他们保留体面 直接找借口走人时 那位三叔忽然大叫了一声 哎呦 我的肚子好疼 只见他的肚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了起来 撑破了他的衣服 上面很快布满了深红色的纹路 如同任身纹一般 啊 另一边 陈大伯也捂住了肚子 他的肚子也开始膨胀 他把刚吃下去的饭呕吐了出来 引得一桌人炸了锅 陈叔叔惊叫 快 老婆 过来帮忙收拾一下 王阿姨在那头刚站起身 陈大爷也倒在了地上 肚子捧了出来 大家手忙脚乱之时 十分诡异地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哭声 转头去看 那些亲戚家的小孩 本来并没有人在哭 这会儿都吓得齐声哭了起来 啊 疼 我那儿疼 陈三叔发出了鬼哭狼嚎 你说清楚 哪里疼 陈叔叔慌张地问 然后赶紧吩咐旁人 赶紧打120 感觉屁股裂开了 哦 陈大伯已经泪流满面 但看他们身上并没有沾染血迹 这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幻觉 比但疼还疼 救命啊 陈大业在地上打滚 浑然不知 自己衣服上沾了陈大伯的呕吐物 众人乱作一团 我也吓得愣在一边 如此看来 我好像 真的觉醒了那种超能力 陈家叫来救护车时 三位疏败已经神奇地自愈 他们这儿也不疼了 那儿也不痒了 肚子也恢复了原样 最后众亲戚推断 可能是边吃饭边说话 吸了太多凉气 才会肚子胀得疼 不过 王阿姨生怕是厨师有问题 搞得人家食物中毒了 所以宣布以后再也不请那位厨师了 我复盘了之前几次被催婚催生的经历 得出一个令我半信半疑的结论 谁对我催生 谁就会怀孕 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陈叔叔跟那几位疏败 为何症状会不同 夜里 我做了个梦 梦里 一位菩萨对我说 我的KPI要完不成了 所以 在人间找了些实验对象 给了你超能力 我疑惑 您是 他说 我是宋子观音 人间的生育率是越来越低了 我才出此下策 我问 您这样做 不怕扰乱人间的秩序吗 宋子观音回答 人间的许多女性 已经跳脱出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但太多男人还沉浸在 娶个老婆 给他生孩子 照顾他家庭的旧梦里 所以 我就想试试看 给你这种法力 能不能让他们清醒一下 与你关系越近的男性 法力显灵的效果就越逼真 那些殊败是短暂地体验了一下 并没有真正怀孕 但如果是你的恋人 可就会不一样了 我还想追问些什么 忽然醒了 一定是最近KPI压力太大 才会做这种梦 我是无神论者 这种事要是真的 也太过于离奇了吧 将这些事抛诸脑后 我又睡了过去 陈一鸣的三姐 陈有约我出来喝杯咖啡 他开门见山 我弟为了你 都跟爸妈闹僵了 你知去点 到时候结完婚 要把彩礼还回来哦 我福娥 姐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说 大姐结婚 收了五十万彩礼 都给家里了 用来帮弟弟娶媳妇 我都气笑了 八字还没一撇 怎么就要还他们家彩礼了 他见我不为所动 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是独生女 肯定是从小骄纵惯了的 这也是我们爸妈不满意你的原因 我弟喜欢你 他们才愿意尝试接纳你的 但前提是你要懂事才行 我说 如果叔叔阿姨不满意的话 可以直说的 反正我也没有很想结这个婚 我不需要巴结你们 陈友惊讶 真的吗 我弟说你也特别想结婚呢 你第一次上门拜访 如果不是想巴结我们家 怎么会送那么贵的东西 我一口咖啡差点喷出来 姐姐 这年头 大学刚毕业 就想结婚的年轻人 应该不多吧 一名三位姐姐 也只有大姐结婚啊 陈友说 我们家结婚年龄都比较早 大姐今年27岁 已经被爸妈说了 算起来 大姐只比陈一鸣大了五岁 他们俩中间还有两个姐姐 那岂不是王阿姨五年抱四娃 我震撼了 见我瞳孔地震 陈友说 这在我们那儿很正常 在我之后 我妈还打过一个女胎呢 你应该趁早习惯 我今天来是替我爸妈劝劝你 你一个独生女 本来养老压力就大 听说你父母还给你买了房 恐怕还要还房贷 那生活压力就更大了 我们是愿意体谅包容的 为你着想 你还是早点嫁人比较好 我爸妈可比陈家有钱多了 给我在公司附近 全款买个小房子 都十分随意 怎么到了他们那儿 还成了扣分项 这一家子 一个比一个趾高气扬 好像我上赶着 要给他们生儿子一样 真是受不了了 我说 姐姐你说得对 我现在就给陈一鸣打电话说分手 陈一鸣赶到我的住处 我们彻底吵了一架 他说 我哄我爸妈 让他们高兴而已 你这么在意 我说 你想结婚 究竟是为什么 我气愤到 你爸妈 还有你姐姐 对我遗旨气使的 还不是因为 你在他们面前 塑造了 我想倒贴的形象 陈一鸣不解 我是为你好 因为他们对儿媳的期望 就是要能融入我们家 我不明白的是 你怎么对结婚这么抗拒 好多人就算晚 也还是结婚了呀 既然早晚都要结 我们现在恋爱谈得好好的 为什么不结 我说 你根本就不了解婚姻意味着什么 你看看你妈妈在家里的地位 你们家有钱 为什么不请个保姆做家务 她无奈 我们那儿都是这样的 这里是的是 不是你们巨省 你想我结了婚也那样吗 她眨了眨眼 天真的说 那样不好吗 我一直很向往温馨的婚后生活 每天上班前 你为我系好领带 下班后 就看到你做好了饭菜等我 你长得好看 见你第一面时 我就想好 我们孩子叫什么了 谈了两年恋爱 我竟然没想过他会是这样的人 也罢 以前天天讨论去哪儿玩 和吃什么好吃的 很少谈到未来的细致末节 我直言 你想得太简单了 结婚是你获得 我失去 是我单方面需要融入你们家 而你不需要融入我们家 什么意思 你也会得到幸福呀 还有我们爱情的结晶 她迷惑了 那你知道 女人生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吗 事业也会受到影响 所有人都会认为 她是某某的妈妈 而不是她自己 我认真到 她茫然 我知道生孩子很疼 这个我也不能替你受了 但是我会从物质上补偿你的 而且生完就好了呀 我开始一一向她科普生育损伤 撕裂与侧切 复制肌分离 盆底肌受损漏尿 妊娠期糖尿病 羊水栓涩等等 一些是未必可逆的肉体伤害 另一些是在有钱 也无法规避的生命危险 她听着听着 表情越发不耐烦 你跟我说 这些干什么 大家都要生孩子的 也都过来了呀 而且 你也要考虑 我想要自己后代的心情啊 子宫长在我身上 我爱生不生 但你不能理直气壮地逼我生 还要挑性别 你们家谁喜欢儿子谁生去 我们分手吧 我也生气了 宝贝 那如果你害怕连续好几胎都是女儿的话 我们可以做第三代试管 直接生儿子呀 她试图哄我 我压抑不住怒火 你知不知道 试管对女生身体伤害有多大 陈一鸣捂着肚子叫了一声 出于关心 我扶她到沙发上坐下 帮她查看情况 她说是很尖锐的疼痛 像刀割一般 一掀开衣服 她肚子上果然多了个伤口 平白无故 怎么会突然有了伤口 一抬头 我看到她迅速发胖 像气球被吹起来一样 陈一鸣艰难开口 我觉得不对劲 好像每次有人跟你聊生孩子 他们都会受伤 我坦白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也许有了某种超能力 你 大概是怀孕了 她惊恐地大叫 送我去医院 求你了 陈一鸣住院了 医生告诉陈家人 他们在陈一鸣的腹中 发现了一个子宫 判断她是双性人 听到这个消息 王阿姨几乎要晕过去 好不容易得了个儿子 竟然是双性人 我造了什么孽 她哭道 医生说 一般在孕期吃转胎丸之类的偏方 会造成孩子这种情况 你当年怀她的时候 吃过梅 王阿姨直直吾吾 没说出话来 你们家孩子也真是特别神奇 只有子宫 没有其他配套器官 竟然还能怀孕 我们猜测 可能原本是双胞胎 其中一个孩子偶然吞并了另一个 否则实在说不通 难不成还有人给她做手术植入胚胎吗 医生也百思不得其解 医生建议手术切除子宫 陈一鸣就能做回男人 说完这些 医生也就离开了 让他们好好考虑一下 我对陈一鸣心存愧疚 毕竟让他怀孕的人是我 所以来探病 正好在病房门外听到了这些 我正想进去 只听陈叔叔叹道 本来我们苦心教育那个小池 想让他接受一定要生儿子 如果他接受不了 你也好趁早甩了他再找 现在你这样还怎么找 合着之前一直在试图给我洗脑啊 但这技术也太拙劣了些 我敲敲门 走了进去 陈一鸣躺在床上 梳着夜 双眼哭得通红 王阿姨坐在他床边 也在抹眼泪 陈叔叔则正在房间来回踱步 叔叔阿姨 不好意思 陈一鸣怀的是我的孩子 我愿意负责 我说 陈叔叔笑了 小池啊 别开玩笑 你不嫌弃 他就行了 我说 陈叔叔 对不起 真的是我 让他怀孕的 具体我也没法跟您解释 但总之 我愿意娶她 让她生下这个孩子 我们家来养 当然 要跟我姓 陈叔叔不悦 手指着我在虚空中点了两下 瞧这小姑娘怎么回事 神神叨叨的 王阿姨仿佛想到了什么 不对 自从第一次见她 咱们家就老是出状况 你不是也有类似怀孕的症状吗 还有孩子 她三叔大伯 我诚恳地说道 我也不是故意的 这个超能力是被动触发 你们如果不催生 就不会怀孕 这太吓人了 你滚 真是见鬼了 陈叔叔大吼 有护士从门外探头提醒了一句安静 又关上了门 我十分冷静 你们不知道 我爸妈是圆圆食品集团的掌权人 我们家圆圆比你们家有钱的多 我相信我可以照顾好陈一鸣 他只要生下这个孩子 跟我姓 传承我的香火就行了 我也不用他做家务照顾孩子 这些都可以请保姆和月嫂 我们家不会吝啬这点钱的 哦对了 财力我也可以给 一千万还是几千万 你们随便提 他们一阵沉默 王阿姨拿手机搜了一下 窃窃地开口 孩子他爸 圆圆集团 市值两千亿 陈叔叔气得直跺脚 他努力压住音量 低声吼道 那我也不要卖儿子 你这个妖孽 神经病 我不会让我儿子入赘的 你滚吧 我笑了 你们家是得了病 得的是繁殖癌 我毫不犹豫地走出门外 又回过头补充了一句 对了 陈一鸣当时说的是要生儿子 所以他肚子里 应该是你们期盼已久的宝贝孙子 我最后与陈一鸣对视了一眼 他死死盯着我 眼含恨意 那之后 我就和陈家断了联系 后来听共同朋友说起 不知道陈家是怎么想的 居然设法让他把孩子生了下来 是剖妇产 可惜 生下来却是个死胎 我想起陈友说过 他们妈妈曾经为了生儿子而打掉过一胎 也许 他腹中的孩子真不是我的 陈一鸣因为养胎 辞了工作 生下孩子以后 因为空窗期太长 也找不到其他工作 只好进了自家公司 至于我呢 分手以后专心搞事业 已经成功拿到了哈佛大学MBA的offer 马上就要出发了 宋子观音又来到我梦里 问我还要不要这个超能力 我说 很抱歉 没帮他完成TPI 他说 没关系 他的计划是改造男人 而不是凭空变出小孩 我问他 这个能力可以转送给其他人吗 转赠能不能跨越时间 他点头 我决定把这个超能力 送给三年前的炎炎师姐 我不仅有实力 也已经有了成熟的心智 可以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比起我 有很多人更需要这个超能力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